台湾萨德揭秘天宫-4 台湾军方之前公布了一份军品清单 却意外泄露了天宫-4导弹发射箱的尺寸 比天宫-3长得两米多 大也就意味着猛 按照媒体揭露的性能来看 天宫-4的射高超过70公里 射程大概在300公里以上 配备了最新的主动相控阵雷达 导弹采用复合控制技术与自控发动机 并具备可变轨道拦截的能力 在空气细薄的高空也能进行大载和机动 算是台湾第一种以反弹道导弹为主任务的弹种 问题来了 天宫-4是如何拦截弹道导弹的 什么时候才会量产 在台湾之前公布的清单中 清楚地标明了这是防空导弹发射组箱 编号为TK-4也就是天宫-4 相提尺寸为7.64x1.1x1.1米 相比之下天宫-3的导弹发射器 尺寸只有5.5x0.8x0.8米 天宫-4的长度足足比天宫-3长了2米多 更重要的是天宫-4在2023年 就已经完成初期作战测评 顺利拦截模拟弹道导弹的天宫-2霸弹 目前已经进入进行小批量始生产状态 在台湾的设想中 空军机场在战时会瞬间瘫痪 即使是有中央山脉掩护的花莲加山基地 与台东制航基地 在战时也很难确保安全 争夺制空权的任务 需要交给陆上防空单位完成 也就是说中高空防空导弹才是重点 目前台湾的中高空防空导弹 分别为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天宫-2与天宫-3 美制的爱国者-2改良型与爱国者-3 未来还有爱国者-3 MSE增程型以及天宫-4 其中爱国者-2改良型与爱国者-3的射高差不多 都在25公里左右 天宫-3射程高度为45公里 并逐步取代天宫-2 爱国者-3MSE增程型射高为60公里 天宫-4射高则达到了70公里 在实际使用中 爱国者-3MSE增程型与天宫-4 将成为反弹道导弹的主力 那么天宫-4的性能到底如何 转确来说 天宫-4就是天宫-3的增程型 2014年年底 中山科学研究院以强弓计划为名 研发两款增程型天宫-3 强弓一型为反弹道导弹 拦截高度达到70公里以上 超越美智爱国者-3 能在更高的空域拦截来袭飞弹 也就是天宫-4 强弓二型则是两个衍生型号 一种是天宫-4的增程版 计划将拦截高度提升到100公里 达到美国SAD的水平 另一种则是对地弹道导弹 射程估计可以达到1000公里 由于天宫-4是在天宫-3基础上发展而来 想要认识天宫-4就必须了解天宫-3 这款导弹我们已经聊过很多次了 所以火力军就简单说两句 天宫-3的主要目标就是战机和巡航导弹 也能兼职拦截近程弹道导弹 动力为单极固体火箭发动机 弹长5.6米 弹径420毫米 采用复合制导方式 贯导加指令修正加主动雷达寻地 最大飞行速度7马赫 最大射高40到50公里 单枚导弹对目标的拦截概率为70% 从体型来看 天宫-3对标的是爱国者-2 台湾在1996年从美国购买了三套爱国者-2 而天宫-3从2007年10月首次亮相 不过天宫-3的性能比爱国者-3都强 后者的射程只有160公里 射高仅为25公里 不过与爱国者系列不同的是 爱国者-3与爱国者-2的长度相同 而天宫-4则是在天宫-3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大了弹长和弹径尺寸 弹体结构也有所变化 天宫-3为单极火箭 天宫-4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了一几处推器 并且对弹体部分进行紧致化和轻量化 采用了玻璃纤维强化塑胶制造弹体 导弹重量减轻 加上固体燃料效能提高 天宫-4的射高大幅度提升 在测评时就已经突破70公里 根据推测 天宫-4的最大射程在300公里以上 最大速度也可以达到7马赫 反导能力大幅度增强 当然除了拦截弹导弹 天宫-4也可以坚持拦截战机 与天宫-3的任务完全相反 除了性能上的提升 天宫-4的可变轨道拦截能力 也是一大特色 这也是拦截弹道导弹最重要的性能 超人速弹道导弹在垂直发射后 大气层的飞行轨迹 大部分都是按照抛物线飞行 但重返大气层的时候 弹道导弹可以进行变轨 为此台湾特意开发了一种 全新的主动相控阵雷达 重新研发射击芯片 可以远距离精确追踪目标 并重新计划其轨道 预估弹道导弹的拦截点位置 之后将该数据作为导弹的新拦截目标 从而改变飞行姿态 拦截可变轨的目标 导弹飞控运用了复合操纵技术 提升了导弹在西部空气下的整体操纵性 使其具备在平流层以外空域 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也正是因为拦截高度 与拦截难度大幅度提升 天宫-4才会采用两极火箭设计 第一节推进火箭 将弹体推至平流层后脱离 第二节弹体上的侧向推力火箭 使得天宫-4在西部的大气中进行机动 只是想要拦截弹道导弹 不是仅靠射高和射速就能完成的 机动性 精度和抗干扰性同样非常重要 并且需要长程预警雷达 与空军导弹预警中心系统的帮助 比如天宫-3型导弹 性能已经很好了 天宫-3防空系统的配备 可以参考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作战点 八辆发射车 一到两辆机动型 长白相控阵雷达车 一辆指挥控制车 通信保障车组 一辆电源车以及若干导弹运输车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机动型长白雷达 天宫-2的长白雷达太笨重了 战场生存能力有限 天宫-3便升级为机动型 最远探测距离可达460到500公里 对弹道导弹类目标的探测距离为160公里 水平方向扫描角度为90度 可同时接战9个来袭目标 目前台湾已经将本岛的天宫-2提升为天宫-3型 外岛的替换工作也在进行 同时台湾还在建设12处天宫-3阵地 大幅度加强机动作战能力 从而为周边重要目标提供保护 但是天宫-3只是兼职拦截弹道导弹 虽然可以整合长城预警雷达 获得来袭导弹的具体数据 但是完全不高 防空导弹想要有效拦截 高度超过50公里的弹道导弹 不仅要靠防空导弹本身配置的主动相控阵雷达 还需要导弹预警卫星与长城预警雷达 以及空军导弹预警中心的帮助 争取获得最大的预警时间 才能有效拦截弹道导弹 就性能而言 现役的天宫-3以反战机为主 所以天宫-4算是台湾第一种 以反弹道导弹为主任务的单种 在预警这方面 台湾与美国也进行了技术整合 中山科学研究院 在2023年就已经将长白雷达的强化型 强攻主动相卫雷达交付台湾 并与现有的天宫-3雷达进行整合 并由空军研究部署相关的 反弹道导弹直管程序 而爱国之导弹的反弹道直管程序 由美制层层预警雷达 与两座导弹预警中心主导 可以最大程度上增加预警时间 未来天宫-4的直管 大概率会整合进美制预警系统 目前台湾已经与美国 就防空导弹预警所需要的技术进行整合 至于天宫-4的量产时间 还要再等两年 强攻项目的预算仅执行到2019年 按照计划是要交由台湾 进行评估建案量产 但随着美对台多项导弹 导控组件接近 于是天宫-4换上了新的导弹加力器 导弹外形也进行部分改动 内部系统也优化了多项组件 加上天宫-3增程二行也在研发中 强攻项目才得以持续开发 一直到2023年 天宫-4才通过作战测评 目前有消息称 中山科学研究院的内部人士透露 进行天宫-4的实弹射击 按照台湾军方的说法 天宫-3的量产任务 绝大部分将在2025年结束 而天宫-4的导弹将由2026年 开始接续量产任务 不过对于台湾而言 有好消息有坏消息 天宫-4在两年后就可以量产 而天宫-3增程二行对地导弹 却已经被叫停 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 台湾就开始研究天宫系列的对地导弹 比如射程300到500公里的天宫-2B 在2026年完成量产 后续以代号天鹅计划 交给中山科学研究院 对天宫-2B进行升级 强化弹头威力并提高精准度 误差值缩小到3米内 执行精准打击任务 而天宫-3增程二行 在设计上参考了 射程1000公里的潘星-2 采用两段式火箭推进器 导弹外形也与潘星-2类似 不过后来 美国对台湾提供了一系列技术支持 导航 控制组件 系统 以及制作导弹等相关设备接近 并且还计划 整合与导弹相关的预警技术 天宫-4的进展大幅增加 当然 以上这些不是没有代价 台湾需要与美国签署 导弹技术控制协议 MTCR协议的限制 就是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 弹头重量不能超过500公斤 如果导弹弹头要超过500公斤 其射程就要在300公里以内 在权衡地比之后 台湾最终选择了 喊停天宫-3增程二型导弹的研发 总的来说 以天宫-4的性能来说 打败萨德还有点难 但是已经超越爱国者 以天宫-4可变轨道拦截的能力 加上整合美军预警技术 以及天宫-3 美之爱国者-2改良型 爱国者-3 以及爱国者-3 MSE增程型 足以应对大部分威胁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天宫-4可以准时量产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下期见